我们现在走的一条路叫上海关路 上海关路是自然博物馆北边的一条路 然后走到东边 和那个有一条路叫 这个叫什么路 有一个交汇的那个十字路口那儿 就是自然博物馆了 我们今天想去探索一下自然博物馆那边的一些古代生物 还有它的一些标本 主要是一些恐龙 但是我们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学校 它的这个外墙建的还挺有特点的 它是用玻璃做成的 因为这个玻璃有花的有平面的 然后让你能看到里边 但是又有一些朦胧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朦胧美 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说这个房子 这个学校怎么建的这么有特点 原来是这边是玉才工学的旧址 它是静安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看看吧 山海关路45号 继续往前 啊 这边建的这边都是它的一些老楼 以前的楼 还是 应该能 应该能 能看看吧 挺古老的老楼 应该也是百年的建筑了 我估计 人家保安过来了 我们还是走 别把我们抓起来 吓我一跳 给你们做做广告 上面的窗户都是很高的 然后上面带一个圈 就是拱形的 明显的那种西洋建筑的风质 朦胧的 朦胧的梅 朦胧的梅 就再来一杯 好了 我都快唱上了吧 走了 目标就在前方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风馆 他现在因为定入了 那个上海科技馆 他这个平面 据说是一个 鹦鹉楼的形状 他是请了一个 外国的设计师 还有同济大学的 共同设计的 所以这个建筑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然后前面就是它的标志 然后这一边 哎呦 那个上面有指示了 我们已经能看到它了 等一下我们就进去了 所以 因为它分好几层吧 所以 这个 应该还是 从外边看还是挺高的 这个建筑 哇塞 好好的 这边就是那个 博华广场 它的那个出口 13号是哪些的出口 走 嗯 那个位置应该看 那图 我们要是进去的话 还要需要 继续往前走 走到那条 那个叫什么路 走到那条路上 然后往右拐 然后到它的那个入口 这边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 哦 那个是大田路 大田路和这个上海关路的交汇处 然后再往右拐 就可以了 哦 stop 这个也挺有特点的 看 是一个犀牛 自然博物馆的特点 哎 气牛 哈哈 气牛 30米往右转 青安雕塑公园内 还可以顺便看一看 那个青安公园里面的雕塑 哇 这个好高啊 这个建筑 外墙是那种像是豆腐石做成的 然后那边有一部分是玻璃 玻璃做成的 我们右转之后呢 就到了这个 它的另一个地铁地铁口 然后它这个外墙上全是绿色的植物 是真的植物 真的植物 还活着的那种植物 我不知道它怎么浇水呢 好多人 这是出口 入口的话我们还要往前 它这一面是全是活的植物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进去看一看 进去看一看 这边好多人 小朋友好多 前面有一个大屏幕 再往那边 再往南走就是 静安雕塑公园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直接去看这个古生物了 看一些标本去 这边又有它的 这到它最南端 然后这边是入口 我们在这里进去就好了 然后需要身份证的元件 走 身份证元件 如果没有身份证元件的话也可以 但是要到那个 那一堆人的那个地方去取标去 里面扫描身份证元件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 我在这里这个 半证的这个地方 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它这些是剪瓷雕 剪瓷雕就是把瓷砖给剪碎了 然后贴上去的 然后这边我看好像是一条鲸鱼 在水里游的 做的很精致 然后大部分人好像没有 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发现了它贴的还挺好的 有点像现在的那种拼贴画 小朋友也可以学这个东西 就是美术上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把不同颜色的 就是瓷砖可以拼接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造型 远处看就是一个鲸鱼 然后进处看的话 你就能看出来 它是有很多东西拼接起来的 好了我们进去了 我们进来了 第一个是博物馆餐厅 然后这边才是起源之谜 这说明得现有食物才能有 好我们进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啊这里想 哇塞这道德经里面的东西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宇宙是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 然后46亿年前地球才诞生 所以地球还是诞生的比较晚 看看前面都有什么东西 就是 这好像介绍地球 我们人类是怎么研究这个宇宙的 这也是眼光宇宇宇宙之大 足察体内之上 这好像是南庭集序里边的东西 哦 这是他们观测 哦这是好像星象仪 以前观测星象的一些东西 仪器 这在北京的故宫那边好像有这些东西 因为皇帝好像对这些比较重视 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 啊这一些一看就是西洋的东西 就是观测星的那种角度啊 那种万有镇一样东西 有点像以前的原始天文万有镇 哦这是伽利略往前走 然后这个是开普勒往前走 那个是牛顿的往前走 这就到了真正物种起源的地方 生物的出现 在好像是在 有一个生物大爆料还是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时段 有很多的生物来出现 真是林老满目 功夫多彩 要是世界上光有一种生物 那该多单调 所以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要多兼容别人 多兼容不同的种类 或者不同的种类 思想 我们人类才会 像这个宇宙一样 更加丰富多彩 更加有生机和活力 那我们再继续 到下面去看一看 这 啊这里有各种的生物 有现在可以看到的 也有现在看不到的一些生物 当然最多的生物还是人类 看还是都是活的 哈哈 那这边人更多 嗯 这里 从这里看 看 从这个中心 看出去 这是海洋生物 这里边主要是海洋里面的动 这里边呢 哇那个恐龙还在动 然后这边呢好像是绵羊 这个是独角鸡 这个可能 杀鱼 吹头杀 然后还有鳍鱼吧 鳍鱼吧还是鳍鱼吧 还有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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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鳍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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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鳍鱼碗木的生物 哇塞这地球确实很伟大 但是宇宙更伯大精神 这里呢有尖上飞的 水里边游的 还有地上跑的恐龙 飞的便 Por 还有鳍鱼 到底哪里有此理 当然肯定装沙 你noch受我的癌 好多知名的小鳍鱼 好多知名的不知名的鸟 资名的不知名的鱼 特别不知名的鱼 在这里才发现自己的姿势太匮乏了 好多东西都不认识 这个应该好像是骑虎 骑虎 骑虎也分好多种 蜗鸟 王伟胡鸟 蝶羊 吹头虾 吹头虾 大白虾 胡粪 荡物贼 那个好像是什么 这个鲨鱼好像长得不一样 那个好像是金鲨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些好像是有巡鹿啊 野牛啊 梅花鹿啊 还有好像还有迷路行路这些东西 各种的生物 梅花鹿 你看每天都知道梅花鹿 马鹿 哎呀 敢问鹿在何方 鹿没在脚下 鹿就在这里 哇塞 这是什么牛啊 这牛好像是 这种恐龙 小孩子玩的丁 小孩子比较喜欢 熊啊 恐龙啊 什么的 这个恐龙还还在动 嗯 长毛巷啊 这都是古生物 古生物 这个好像 古像一样的人 嗯 长毛巷 那个好像是箭尸虎的一个骨盒 哦 望一望走过的路 从那边一路下来 我们看看这些恐龙都是什么恐龙 一边二里 哦 哦 哦 河参马文西龙 啊 这个是16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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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尺是尖尖的 对呀 一眼尺丝丝丝丝的 它都是16岁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终生代的主宰者 恐龙 不同种类的恐龙的化石 因为恐龙出现的比人类要早很多 并且在终生代的后期 就灭亡了 反正在百恶记忆 这个应该就是暴王龙 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好像是永川龙 这应该是直屎的龙 然后这个的话 就应该是持肉的龙 因为它的牙齿啊 还有它行动的方式 应该就是那个食肉的恐龙 这里竟然能够看到被解剖的恐龙 还能继续地动 还能发出声音 能够吸引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看 那个它其实叫暴龙 暴龙其实是在恐龙接近练亡的时候的出现龙 这个富二楼好像是一个模拟的灰州的大草园 这里有斑马 大象 犀牛 藏颜鹿 这边还有鳞牛 还有河马 鳞羊等等 应有尽有 应该是非洲的一些特有的物种 这里有各种生物的骨骼化石 大象的虚牛的还有猿人的等等 都有很多 有很多 这好像是各种四肢动物 偶提木动物的一些 奇毛蜥啊 这些马啦什么的 它们的那个骨骼化石 这些动物又出现的比恐龙稍微晚一点 所以它这个整个的布展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 寒武器大爆发之后 出现了很多别的生物 多种多样的生物 这些马 你看马的演化就是从 刚开始原始的时候 然后通过各种 这一系列的演化 它变成现在的真正的马 我们现在的马和以前的马是不一样的 它的骨骼就说明了这一次 这里就介绍一些 这些中国古代的 更 更做的一些 用具 这应该是取缘梨 取缘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常探心一眼气息一些 灵骚的那个取缘 它是指的这个 这个部分是取的 而这个部分在古代是叫圆 所以它叫取缘梨 这个呢 就是楼车 它是一个 你看三角楼 为什么叫三角楼 三只脚 它这个斗子里面放的是 种子 种子 然后换进去就可以 拉着边拉边走 动物拉走 这个呢就是桑皮籽 以前的桑树皮啊 这些青团 青团的皮啊都可以 通过植物的纤维 重构 然后就做成了籽 还是蛮有意思的 介绍我们祖先以前是怎样 生活的 哦这就是指 这样的状态 这是现在的旋纸 三指 这是三指 都是可以用的 这还有以前的 印刷的东西 木刻的印刷 这应该是竹简 在这个自然魔馆里面 看到了 各少数民族的这些 服饰啊 它的日常用具 的一些展览 感觉还是蛮有意思 然后它会有一些介绍 比如说这边 它会介绍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矿石 这些矿石是做 藏族人的那种 弹卡用的一些 矿物原料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它那种 弹卡 制造的那些画 它是金酒 颜色 金酒是不摔的 不会掉色 不会褪色的 因为它用的是矿石 矿石燃料 就有这种特色 它只要它那个 矿物燃料 不发生化学变化 它那个颜色就是 一直是那种颜色 所以藏族人的那种 颜色 配色 它是金酒不摔的 我们汉族人没有什么别的文化了 就剩下一些 这些东西 剪纸 剪纸其实 在某些地方不是剪出来的 而是剋出来的 而是剋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 有些东西它是比较复杂的 它需要用剋刀来剋出来 这些花纹 有的是有 先画出来 然后再剋出来 有的则是 就是直接剋出来 他们比较熟悉的话 就会直接剋出来 一刀剋下去也会剋好多层 所以剋出来 十几层到几百层 有的都有可能 这样的话 他们卖的时候就才容易卖 但是这个手工 剋出来的话 它会很慢 所以它挣的钱呢 就会很有限 它不如机器的那种方便 现在 怎么说呢 这手工的东西 慢慢的就会凋谢了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实在是比不上那些 机器生产出来的那种速度 那么快 然后那么精美 手工呢 也有一定的差错率嘛 然后机器也不会 你直接跟输入程序 人家就给你做出来一模一样 所以这也是 手工业的或者是飞仪 传承的话 就是 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看到了 辽宁的秀园域 秀园是一个本溪那边好像 本溪还是哪里的 那个不是很出门的一个小地方 主秀还是本溪的一个地方 秀园 秀园的换字是这样的 秀园 云无心已出秀 没有秀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绿松石 好大一块 像 我看它像一只狗 一条狗 然后这边呢 就是玉石 马脑 珊瑚 车骑 鲍鱼 和带帽 这边好多标本 马鹿 这只 是 黑鹿 臀鹿 各种的鹿 鹿在脚下 鹿在鹿脚下 这个蝴蝶组成的一个像是曼陀罗一样 然后那边呢是一些熊皮啊黄油皮啊汉榻的皮 还有老虎的皮 这边呢就是一些植物的叶子 这边呢就是 很多动物的头骨 脸上脚 很壮观 这边呢还有一些昆虫的金龟子啦 大甲虫啊 鲜牛啊 蝴蝶啊 全是 密集恐惧动的人可能看了就是 比较 麻烦 这边很壮观啊 好多 好多 谢谢 一次